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无数气研究的 从这开着车子就能看出来了 自从老妈去世后 姐姐杰克就很少与妹妹说话 姐妹俩的关系有所疏远 电视采访中 女性爱希莉称 自己普辞写曲的歌曲 都是在梦境中创造的 醒来后要飞快写下 以免忘记 并经常在节目中鼓励粉丝 要做一个自己掌控命运的人 爱希莉的阿姨也是她的经纪人 在阿姨的提醒下 爱希莉开始推销 以自己为原型设计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玩具 小爱希莉 这是一种全新的智能伴侣 根据爱希莉的真实个性打造 她可以和你聊天 为你出谋划策 在女主的要求下 她如愿在生日这天 得到了老爸送来的礼物 一只全新的小爱希莉 机器人小爱十分智能 和小女主超贴心的聊着天 处处为她着想 还为主人播放爱希莉的原生歌曲 小女主很快便离不开她了 再看女星爱希莉这边 阿姨一只拿她能赚钱机器 为了让爱希创作能赚钱的歌曲 一只在给外甥女服用智换剂 但爱希已经好久都没创作出 她想要的歌曲了 财迷阿姨为此大伤脑筋 在几只小爱的鼓励下 女主在家中练起了爱希所跳的舞蹈 小爱鼓励她去参加学校的才艺大赛 坚信她定能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无所不能 于是在小爱的不断洗脑 诶诶诶诶 不断激励下 女主开始在椅子上 没日没夜的拼命练习 还将自己扣子成了爱希的模样 这一天有表演 爱希却迟迟不肯从化妆间出来 阿姨进来后 发现她给自己画了一个很灵类的妆 爱希想唱自己喜欢的摇滚歌曲 阿姨急了 外面有两万里的粉丝 等着看她们喜欢的那个你 她们为此等了数月 别让她们失望 助手再次递来了置换剂 看着爱希俯歇去后 阿姨放心的走了 但实际上爱希并没有将药咽下去 她攒了整整一伙置换剂药片 殊不知 这些都被阿姨装在化妆胶里的摄像头 拍得一清二楚 再看小女主这边 她的登台模仿秀表演很精彩 也很出色 但这次没了小爱的陪伴 令她太过紧张 不慎中途出现失误 摔倒在舞台上 表演尚未结束便逃走了 路上一直在哭 我让小爱失望了 姐姐扩解认为 小爱在毒害妹妹 不是啥好东西 趁妹妹不在时 偷偷将她藏在了阁楼里 并对妹妹说把她给扔了 小女主很生气 与姐姐大吵了一架 阿姨偷看了爱希的笔记本 知道她早就不想做现在这些东西了 即便很赚钱 但她并不开心 爱希不喜欢被阿姨操控形象 外表 甚至人格 于是阿姨想拿合同压倒 爱希告诉阿姨 自己攒先的那些药票 是想保存证据 你让我服用那些非法药品 是违约行为 这表示我的合同立即失效 但阿姨仍有恃无恐 因为她在爱希刚刚吃的披萨里 下了大量的置换机药末 爱希很快变得精神恍惚 陷入了化学昏迷状态 阿姨对外声称 爱希服用贝类食品 出现了过敏反应 现已昏迷 听到这个新闻后 姐姐为安慰妹妹 将小爱还给了她 很多的阿姨 欲从爱希的脑电波中提取这歌曲 让替代品继续为她赚钱 六个月后 电视中播放着 爱希仍处于昏迷之中的新闻 阿姨在镜头前 装模作样的表现出悲伤的神情 小爱被这则新闻唤醒 仔细聆听 阿姨的团队 成功从爱希的脑电波之中 提取到了爱希在梦中创作的乐谱 听完这则新闻 小爱崩溃了 内存混乱 疯狂撞墙 最后摔到了地上 姐姐柯杰将她接到电脑上 尝试修复 发现一个东西 将其删掉后 小爱居然变性了 呃不对 是性格变了 由之前的贴线宝贝 变成了门口乌烟惠语的流氓娃娃 原来刚刚姐姐柯杰 误删了她的限制器 阿姨将爱希的整个意识副本 存储在小爱之中 限制小爱 只能使用4%的大脑 现在没了限制器 整个意识都是爱希了 小爱告诉姐妹俩 阿姨边迷天大谎 欺骗粉丝 隐瞒了真相 门口脏话的小爱 才是真正的爱希 她在媒体面前的形象 都是被阿姨包装出来的 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她俩 小爱称 她在电脑上 存了一份阿姨害自己的证据 要姐妹俩帮助自己 带她去家装拷贝过来 解救爱动 虽然姐姐不想蹚这趟浑水 但为了妹妹还是跟着去了 三人在爱希下的自动门 关上之前冲了进去 姐妹俩装成鼠患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骗取了保安的信任 成功进到屋内 女主借口去洗手间 将小爱带到楼上 小爱却跑去 拔掉了爱希的生命维持系统 姐姐见识不明 用老爸的高压电 机器老鼠电云保安 一起在楼上 原来小爱不想以这种状态活着 不想被阿姨利用 才骗姐妹俩帮助自己 完成了这次自杀行动 谁知爱希不但没厌气 还醒了 但她手脚被积极困住 睁不开 此时另一个保安前来查看情况 发现问题后制定阿姨 阿姨要她再把爱希弄晕 关键时刻 姐妹俩奋不顾身的冲上来 将真迹反差的保安身上 救出了爱希 此时阿姨正在舞台上 介绍爱希的替代品 一个全息投影的爱希 这玩意儿可以实时混装 还能任意伸缩 可大可小 可长可短 尽情介绍的全息投影爱希的各种优点 还能全国同步在线播放 永远不会类语生病 但是宇哥想说的是 这不是假唱吗 但不管咋要 观众停买账 一个个超嗨的 此时姐姐终于驾车 带着真人爱希闯进了会场 爱希从车中走出 向无耻阿姨竖起了钟指 此后爱希终于如愿做回了自己 不再被阿姨掌控 与吉他手姐姐科捷一起 在地下酒吧献唱她所热爱的摇滚乐 虽然观众没以前多了 但此时的她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小爱希也很开心 这则故事一方面讽刺了娱乐公演 偶像的真实人格正逐渐消亡 某些偶像 明星们为讨好粉丝 在镜头面前装强作事 压抑自己 变成另一个人 不敢将自己的真实一面展露出来 另一方面 是与老爸 姐姐疏远 不擅长社交的女主 这类有社交恐惧症的孩子 在现实社会中不占少数 偏重的女主 只能通过虚拟玩具来获得满足 与陪伴 不可否认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 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帮女主梳立自信心 像朋友一样陪在女主身边 填补了她内心的空虚 但她毕竟不是真人 一切都是提前设置好的程序 为迎合客户 就不断怂恿女主 去做她也许并不擅长的事 她无法像一个真正的朋友那样 给出客观 公众的建议 而且她和上一集中的手机一样 过度沉迷 会令人与现实社会更加脱节 虽然这集看上去 并没那么黑镜了 里边的科技 也大多是以前曾出现过 或现实中早已实现的科技 但它似乎离我们更近了 黑镜的内核没有变 科技可以大大方便我们的生活 但若用不好 也会毁了我们的生活 最后我就想问一句 若有一天 宇哥也遇到类似情况 你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救我吗 考验铁粉的时候到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在这里的铁粉专区里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用用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